Round 1 Lady Go 还没说呀 小花这么一骂还挺管用 一下子就消停了 但是呢这个消停是暂时的 刚回屋收拾东西 隔壁好像两口子就干起来了 这给小花气完了 哎呀你们还没完没了了 拎着一个冲锋枪就朝着墙上 一顿托托 小样老娘忘仔十三妹呀 还治不了你们 结果妈呀一生 这下小花有点懵逼了 开门一看 地上躺着一个姑娘 名叫小草 手还被扎破了 小花担心呢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冲锋枪啊 把小草给扎着了 赶紧给小草拎回家进行包扎 小草就跟小花说 这跟他没关系 是被男朋友给扎的 小花这暴脾气就上来了 动刀子啦 还出啥呀 咋的 长得俊啊 撑龙啊 搬走啊 小草就说 不是啦 是李小龙 骄傲的小花一下子就扁茄子了 小花就告诉小草 没事的时候就过我这里来吧 省着挨揍 然后就告诉小草 帮他在门上一起贴上邀请卡 因为小花觉得远亲不近邻 不仅能增加彼此的感情 还能促进社会大和谐 甚至可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步入新时代 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不过 你那十兵方的小屋开派对 估计大家需要 齐伯耿 蝶罗汉参加吧 自从发完邀请卡呀 小花就发现 自己家的门口 经常无缘无故的 多出好几双鞋 门口的卡片上 还多了好几个名字 被整清 是不是有人恶作记 小花就在门口装了监控 而这个时候 小花和小草的关系 也突飞猛进的 现在小草准备 逼咚小花的时候 小花默默地说了一句 你牙花子上有酒菜夜 晚上 迷迷糊糊的小花 觉得有人在聊他 一睁眼 我去 躺在身边的小草 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 第二天下班 小花在公寓里 遇到了鬼打墙 此时 我想献歌一曲 爱的 婆的 转圈圈 想你想到 新花怒法 黑夜白天 可是我害怕 爱情只是一瞬间 转眼会不见 我要慢慢冒险 好不容易 转出来了 就在自家门口 看到了一堆鞋 一瞬间 仿佛看到了一堆人呢 啊不对 应该是脏东西 这个时候 小草又出现了 小花觉得 小草是欺骗了他 割下了一句话 一个大片子 扭头就走了 而小草站在 自己房间的门口 也就是小花隔壁的房间 朝着半开的门说 不要再搞他了 小花回到家后 熊子来 熊子去 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 就返回了租住的公寓 想和小草好好闹一闹 结果发现 小草不在家 门还半开着 就自己钻进去了 就这么一进呢 可是给小花吓坏了 好家伙 开殡仪馆的嘛 靠着小花 房间一侧的架子上 摆得满满当当的 骨灰坛呢 之前让小花 用匆风枪 吐吐了的那个坛子呀 上面写着 小葱的名字 而这个时候 小草刚刚回来 可给小花吓坏了 就问门外的小草啊 我死要哪一幕啊 小草就给自己的身份证 丢了进来 小花看到 小草的身份证 真的是叫小草 之后也就安心了 和好入处的俩人 回到房间后发现 之前约定好的聚会 时间到了 这下可热闹了 门口齐刷刷的 都是鞋呀 小花一下子就鸡眼了 举起钥匙 冲着这些张东西 大喊 林 兵 斗 折 爹 震 烈 在 前 猪鞋 然后就真的奏效了 小花和小草 从此就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吗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心呢 原来小草是一个女鬼 上了小花的身 被上身的小花 显得十分的开心 她可以肆无忌惮的 弹吉他了 喝自己的骨灰 把之前讨厌的猫 变成了一张毛皮 最重要的是 她拥有了一个 不到十平方的小单尖 脸上带着满满的幸福啊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记得关注我 妈妈的